2021年在美国职棒大联盟掀起了一股大股祥评热潮,外号二刀流的大股祥评,在投球方面拿下九胜二败并送出156次三阵,在打击方面也搅出138只安打,46只全雷打的好成绩,也在球季结束后拿下美联区的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如果你有关注大股祥评,会发现每次面对媒体采访时他旁边总是站着一位发型有些邋遢的日本人,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没错,他是大股祥评的翻译员、陪练员、司机、保镖、公关与执行好友,水源一平。 大家好,欢迎来到祝公民人堂。 1984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山小牧师的水源一平,父亲是一位日式料理的厨师,在他七岁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搬到了美国加州洛杉矶安那汉,住家距离天使对主场仅15分钟车程。 在水源一平的小学时期,足球与篮球是他较常参与的运动,上了初中后迷上当时在美国职棒发光发热的日本投手野茂英雄,才开始接触棒球运动,随后又因喜欢上林木一朗而变成西雅图水手队的粉丝。 23岁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毕业后,水源一平先到一家贸易公司上班,三年后透过朋友介绍前往波士顿红袜队担任日本球员钢岛秀书的翻译。 2012年钢岛秀书被球队释出,水源也失业了,不过由于先前担任钢岛秀书的翻译获得大量曝光的机会,许多需要日语翻译人员的球队马上联系他并邀请他到自家球队担任球员翻译。 最后水源一平决定回到出生地日本北海盗担任火腿队的外国球员翻译,在火腿队工作的期间,水源认识了刚在选秀会上被火腿队选中的天才高中生大谷祥平。 经历五年的淬炼,已经证明自己的大谷祥平决定前往美国职棒大联盟挑战棒球世界的最高殿堂,随即与洛杉矶天使队签约并指明水源一平担任他的随行翻译,在火腿队共事五年的期间, 他们已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大谷认为如果水源能陪他去美国发展的话他将会感到非常安心。 出到美国的大谷祥平,除了棒球外还要面对其他问题与挑战,像是英语口说能力不足,更大的媒体压力,美式饮食与日式饮食的巨大差异等。 水源一平在这段期间给予大谷祥平极大的帮助,除了长时间待在大谷旁边协助翻译外,他同时也是大谷的司机兼导游,当大谷想念日本时还会带他去日式餐厅用餐,甚至会请担任厨师的爸爸做上几道家乡菜给大谷吃。 在球队方面,水源一平也帮助他良好的融入,由于先前已有担任过球员翻译的经验,水源知道刚到美国发展的日本球员因为语言不通再加上日本人相对比较内敛拘谨的性格,很容易被孤立,他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大谷身上,所以很积极地帮他与对上其他球员搭起友谊的桥梁,时不时就会带大谷与他的队友上餐馆吃饭, 甚至有一次在水源发现对上很多球员都在玩一款叫部落战争的手机游戏后,也把大谷也拉进来一起同乐。 由于大谷祥平同时是投手又是打者的身份相当特殊,行程有时会跟对上其他球员接不上,这时水源一平则会担任起陪练员与大谷在牛棚练传接球或做一些赛前热身的伸展运动。 2021年是大谷在美国职棒大放异彩的一年,在投打方面都搅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季中也首度入选全明星赛,在全雷打大赛期间还指定水源担任他的部首。 在球队适应方面,大谷的英文能力进步了不少,面对媒体采访时也能自己回答部分问题,跟队员沟通时也变得更顺畅,天使教头麦登认为大谷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水源。 球季结束后大谷祥平成为了季林沐伊朗后第二位拿下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日本人,而天使对为了感谢水源一平的贡献,也颁发了一个年度最佳翻译的奖项给他,还为他发行了个人球员卡,对于一位翻译员来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殊荣。 翻译员对球员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除了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协助翻译外,在球队训练或比赛期间时也必须确保教练与外国球员能够有效沟通。 比方说天使对打击教练为了能让大谷更适应大联盟投手更快的投球节奏,要求大谷缩小打击时前脚的抬腿幅度,又或是当投手状况不佳时,教练团必须叫暂停并上场询问投手的状况并讨论是否要更改球路或投球策略等。 这时候翻译员就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必须要能够精准传达来自两方的讯息以确保比赛走势对自身球队有利。 在球场外,翻译员也是待在球员身边时间最长的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国留学或工作的经验,在国外一个人常常会感到孤单,这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位跟你来自同一个国家,讲着同一种语言的朋友,心情肯定会舒坦很多。 一个好的翻译员在球员低潮时会安慰他并鼓励他,对球员心理健康有非常大的帮助。 目前大联盟有28%的外国球员,绝大多数来自拉丁美洲。 自2016年起,联盟开始注重翻译员的角色并强制规定每一支球队都需要聘请一位专职的西班牙语翻译员。 1995年当日本投手野猫英雄要到美国发展前,他的经纪人也存在于大联盟球队交涉时,强势要求一定要配一个随行翻译员给野猫英雄。 他说,我相信翻译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如果你无法和人沟通,你是无法成功的。 在美国职棒里,一名随行翻译员的年薪平均落在4万到7万美金之间,与球队其他制服组或训练员比起来其实并不算多。 翻译员也没有固定的休假,只要球员有需要,他们就必须随传随到,万一球员被交易至其他球队或被释出,他们很可能也会失业。 身为一位翻译员,水源已经相当尽职,甚至帮大谷做了许多职责外的事情,或许他们不算同事也不算朋友,他们是真爱。 开玩笑的,水源已经在2018年结婚,大谷为了感谢他的付诸甚至还送他蜜月旅行的机票。 一般来说,大联盟球团会希望翻译只是外国球员暂时的辅助,期许球员不要太依赖翻译。 有经验的球员翻译也说,这工作通常没办法做得很久,因为球团终究还是希望球员可以不靠翻译直接跟球员与教练沟通,如此才能真正融入团队。 当然还是有例外,像是多明尼加吉的名人唐仲炮,弗拉迪米尔·葛雷诺就提不起进学习英文,不过因为球技够好,所以在大联盟生涯十几年间,球队都还是为他聘请一个随行翻译员。 2023年球技结束后大谷祥平将成为自由球员,届时他会不会继续留在天使还是个变数,不管之后大谷待在哪一队,相信所有大谷的粉丝朋友们都能记得在大谷的新人时期,有一位身兼多职的斜杠翻译员,帮助大谷良好的适应美国生活并站稳在美国职棒的第一部,他的名字叫,水源一平。 好了,本集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聊聊你们对水源一平的看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助攻,我们下集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